下一套是什麼? 《不勵》 即是《血液少年》 《不要勵》 什麼《不要勵》 別管他 《不要勵》 一個演了幾場的《月康漫畫》 他現在演了幾場的《月康漫畫》 他現在演了幾場的《月康漫畫》 他挺有奇怪的 他贏了很苦惱 為什麼十集就沒有了? 不是 我看到十集的時候 已經完了 我還沒看完 只是第一季完 其實我覺得他也是合理的 十集合理? 不是 他那個位置是合理的 因為如果他再講下去 只有一個故事而已 是的 就要打大陸 我本而覺得他拘捕了很多人物出場 那些人物全部都有用的 是的 但我打算發揮功用 但好像什麼都還沒講的時候就完了 他就很充分地把OP出現過的人 全部做一次給你看 然後就完了 我們這個緣 其實頭十集只不過是一個人物介紹 是的 他那個人物串連 其實嚴格來說是未出現的 是的 你看到好像有些事情做 但好像未展開就已經完了 我明白你想過 你去到現在還未明白 未好知道究竟 Stars的爸爸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他哥哥又想做什麼 對 對 就是我覺得 這麼奇怪的 那些或是時空魔法的家人 那個父母 即不是父母 主母 究竟他又跟 山豬角哥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不是覺得他帶了很多人物出來 但劇情反而有 打散問號 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很尷尬的地方 但你反而覺得他這十集這樣完 OK 因為他不剪刀的話 他就不知怎麼辦 他剛剪刀到東神 和他媽媽店 剛剛趕到大個身世的 背景先 然後就完了 就算好了 一日之後再有一個故事 其實他那個位置 就是Dark Hero那個位置 他已經完 因為他說完那個位置 就開始 多一些 可以說這個部分 是打的事情 會轉入一個主要的戰線 就是怎樣分頭 怎樣去打 直接是另一篇的開始 不是 這個是即將進入高條的部分 接著開始打的去完這個位置 所以他就在開波之前就停了 因為他要夠做下去 那他只有兩集三集 他可以做到什麼 他不會原作故事 你要他做一季 做多一季 他又不行 因為他漫畫也是剛剛過了這個位置 所以他是做不到的 其實我很發覺 現在的動畫也是 他的動畫 即是他原本的原著 或者是小說 或者是漫畫 但是現在有很多都是 他還沒做完一件事 他又很趕快去出動畫 我覺得這次是割出問題 這些不是割出問題 這些是容姿的問題 你不覺得這幾個割出 是推出一些作品出來嗎 是 為什麼要做到一個女 都是阿耶穌的聲優 都是 他肯供阿耶穌的 聽到傳聞 不過這次分就算了 我意思是那個作品本身 譬如說這些是改編作品 他本來是漫畫 或者是小說 來改編 但是很多時候就是 小說和漫畫 都沒有一個很大的份量 去給動畫做的時候 林華已經出了一個動畫 問題 人氣才是問題 這套東西其實 不是特別賣得的 但是他硬要推它出來 是動畫化 但問題是有什麼 帶到漫畫 有時候不會有 漫畫不算特別 很人氣 其實他現在這麼尷尬的問題 就是 來一提 他在日本那邊做的方式 就習慣了 過往做漫畫 然後動畫化 或者其他商品化的東西 問題現在就是 正如我們之前在講 ACG商品化的趨勢 很多時候 因為現在有馬也講過 輕小說 你是不能跟他玩的 輕小說太多了 太快就出來了 他輕小說要推出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出版社 就已經開始計劃 究竟 這本東西可不可以做其他動畫化 遊戲化 放到PSP PSV平台 或者搬到3DS 他很多時候 過往幾年前 可能是早期幾代 可能還在流行下難的年代 他可能還是 賣夠幾本 接著可能第七、八本才動畫化 即是有一定份量 現在不是的 現在是根本是 他開始寫之前 大家已經在談那個計劃 已經有整個環 已經預料會做動畫 做遊戲 所以其實可以過分度試過就是 本書第一 第二本都未出 已經跟你說 根本這套東西是動畫 有動畫才有漫畫 實際上是 現在也是 會調轉 有動畫 或者有遊戲 才會再出漫畫 甚至會出其他外傳的漫畫 作品 去補完其他類的東西 那個模式的方向 不要說錯了 是不同了 但是 講回來這邊 講回來 整個企劃 這個企劃是一個大項目 跨媒體 說大項目是做不起的 你看到 出完動畫 因為他本身不夠人 做不起不要緊 他分擔了風險成本 幾家公司 那就是 其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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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成一起合資 做這個項目 如果他做得起 大家一起賺 做不起的 一起虧 我事少了 其實他分擔了風險 是 賺又不會賺得太多 他與其拿一百元出來 做一套動畫 壞了 很嚴重 為什麼不拿二十元出來 搞五個項目 我做到一套已經夠了 他的二重表現 所以他的方向 變成做這種模式 講回故事 講回這裏 其實你看到 他OP 或者他推出的人 有些人 如果有看漫畫 就會覺得 OP劇透很大 人物都跟著了 一面所指定的特殊物品 是拳頭 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 其實是拳頭 其實我很喜歡OP 很喜歡OP 他已經說了 浪叔精華 你整個季節做些什麼 其實他都失去了 贏者 你現在再看OP 你已經會發覺 你已經明白了 其實我會說OP 不要再聽一次 他都會說 OP很重要 你會浪費別人的心血 OK 因為他OP 我回去特地再看 OK 他真的出了 他現在有做的所有事情 你記得OP OP有出港 有 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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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頭 甚至大家要留意 他一開始 因為OP一開始 他做完 bladlab的字 有微波器功 有個心臟在跳 這也是一個主軸 當然 現在還未算正式說 其實OP 全部都是很重點的位置 微波器都有 是 微波器功 微波器功 全部這些元素都放在裡面 這一季的動畫 其實 盡量都說了 接近九成的 你可以當是 除了一個心臟 不過 尷尬的地方就是 他的蝙蝠 是不夠他做到 他現在漫畫的部分 如果他做到的話 也都不 剛才說過蝙蝠問題 很難咳 但其實 我覺得 對於漫畫來講 他的動畫做得很好 我覺得做得很好 他是不是節奏會比較緊袖 因為 他的漫畫 始終要考慮 就是 他講的 他講的 是Copy Girls 他那個 是Copy Girls 他那種畫風 其實多多少少 是不算太討好 即是會 你看他的眼睛 對 那些位置 不是太討好的 因為你想想 他是一個灰街 其實是一個黑白場景 你再做那些 整個給人的感覺 是不太好的 即是對比現在 大部份的漫畫來講 所以 反過來 如果你要回到動畫的媒介 好像沒有睡覺 接受程度 我覺得會比較容易 而另外一件事 就是 你知道這套東西 他裡面 多多少少有些戰鬥 或者 比如剛才我們所說的 《季寶器公出》 你看漫畫 他那些分鏡 他分鏡不算做得很細緻 所以 他不會說 他一個很連貫的動作 分鏡做好出來 但是去到動畫 他很多時候 這些位置補完 會好看了很多 這個我覺得是動畫做得好的地方 而另一方面 就是說 聲優是真的做得好的 因為你要知道 我覺得可以 因為你要知道 男子哥是否壓低了那些聲音 對 因為他們各個都很奇奇怪怪 這班人 你明白嗎 他們不是人類 因為整班人都奇奇怪怪 所以 奇奇怪怪的人 如果配那些聲音 去淹沒 其實效果一定會比別人好 這個就很合理 不論他是否補讀 我想知道 你想說什麼 大部分人 那個效果出來 都會變得好 其實本身故事 有一直線 動畫改編上 都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沒有什麼 但感覺上 好像 他有幾篇 幾篇 就買一篇 沒有幾篇 有很多小品 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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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身的故事 其實好像是打RPG 一個章節 全部都是同一個故事 不過現在的問題 故事說了大概六成 然後停了 其實他有個大主線 是啊 所以現在 你可能說尷尬的地方就是這裡 所以就比較好 奇怪的地方 在第一集 被人吃的時候 他媽媽沒有出來干接 很奇怪 他應該有看著 但是 他其實是 一直都是看著女兒的 是啊 這件事 很奇怪 你想到一個 漫畫 從來都沒有提過的地方 知道 我答應過這個 可能是 沒有人答到這個問題 可能是 報分 不知道 好奇怪 因為 現在他裡面 他講了大家知道的事情 例如說 魔界兩邊的地盤 東西 對 對 東西 和狼人 兩邊 海德拉那邊 他們那些 玩時空魔法 其實應該是下 和上 本身上層 有些最高位的 但問題是下層 低級安波 就是東西兩邊 主角和狼人 他各自有一個人物有一個背景 但是 這幾個主角有各自的背景 他現在講了 東西 他媽媽原來是 魔界人 對 融合了兩個 他本身是魔界人 他出了哥哥 出了妹妹 他哥 出了他爸爸 最後 也算 他也知道 他爸爸就是上代魔王 但是 有人打敗 這些 遲些才沒有去 因為他還沒講 動畫 交代背景 但是 嚴格來說 海德拉那邊都交代了 他爸爸那邊可能是做這些 但問題就是 浪人那邊 背景其實是未交代的 動畫 很少 動畫未交代 說了他家裡的背景 但實際是怎樣 我們還未知道 有些位置是看到的 你見到他燒 最後那邊是燒煙的位置 其實有些東西是想做出來的 但是 沒有看過的話的人是比較難明白 如果有的話 如果有的話 海德拉那邊 還有那個怪衣 還有那個奇怪怪的那隻 俯合成獸 是有事情會做出來的 其實他現在鋪線 沒有很多人都被殺 還有什麼牽涉呢 他有很多事未完 你見到很多事未完 被撲筆開了頭 還未完成 所以我看完第十集 他鋪了很多線 如果我還沒看完 以小品來說我覺得還可以 但大朗想帶出一個什麼故事暫時還沒看到 所以我覺得浪費了 要是等他做兩句算 太急做動畫 所以我剛才一開始就說 現在是不是這樣的趨勢 現在是不是沿著都沒有這樣的份量去做動畫的時候 這麼急去出動畫 是不是一個可行的道路 好像炸這些一樣 大家如果覺得動畫好看 就去看漫畫 我覺得動畫是OK的 我也想知道後面發生什麼事 但始終那句都是要等 我是漫畫月刊 等到久 我是等下一句或再下一句就會做 這樣我就看了 但如果你等太久的時候 譬如說隔了一年 那是不是還有人會看呢 他還有一件事 他有碰過一下 但沒有說的 他打高爾夫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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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個球 打到門上會怎樣 遲些又會再說 門這件事究竟是怎樣 其實他有很多事情是還沒說的 他那個門 開出來的小門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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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不是那個門 就是他剛開始過去去見王 然後王在那裡打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是向那道很大的鐵門打過去 那道門 但那道他其實不是出了很多 我沒有留意那道 我沒有留意那道 看電話的不知道就算了 你作為一個觀眾 你不知道他在做什麼的時候 就好像… 之後突然可能第二季做回 所以原來如此 不是這個吸引力的問題 譬如說我第一季都不知道他做什麼的時候 我會不會再看第二季 我覺得這個有值得相確的地方 那我倒回最後質疑 你是不是真的完全不知道他做什麼 所以不是說他當是小笨 你看小故事 你全部都明白他做什麼 譬如說一開始他去幫傅妖咪去找那個醫生 然後跟狼人打 他那裡有關係 最初他去找狼人打 就是海德拉去逼他們 找一個笨 然後出了他哥 然後他哥又說 我其實不是要傅妖咪的魔力 我是要神血吸血鬼的魔力 那他想做什麼 又不知道 然後看到他被人拘捕去審問 想抓他 然後他現在又穿草出來 你只知道他這樣 那你見到那個故事還沒有完 但如果以segmental來計 每個單元 每個chutter來計 他算是完整的 但問題是… 那大故事你還未知道他在做什麼 這是最尷尬的地方 主事一定是明白的 你不會不知道他做什麼 但問題是之後可能做第二季 有第二季 你未了解他 看回第一季 原來那時候已經補了伏筆 那些額案驚奇 你未了解他想做什麼 你就未必覺得他很吸引 這個是一個問題 始終他放了伏筆 我不知道他下季 什麼時候會出 到他真的出二季的時候 我會不會把伏筆忘記 一清二謝 我想你也要等一年 我想你也要等一年 因為他罵我太… 始終結刊 始終結刊 沒有辦法 個人也是這樣 有第二季才算 真的很開心 應該有的 Linus我第二季就算 Linus就算 好 我們下一集 好